一会淘汰的话就彻底被淘汰了 淘汰了 也不一定万一杨波票低呢 对吧 我们来看最终的得票情况 他们三个是真的不好说 然后杨波就是作为新人 他出乎意料的好 好到能跟他们几个老家伙 对抗的那种好 建国和博洋老师的表演 整个结构的设计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也能看着他们 真的在这上面下功夫 我这篇稿子已经是我所有 从练习到表演时最好的状态 我们恭喜杨波 183跳进入上运区 蒙恩进入上运区 进期成功恭喜 就跟大家说一个事 就是我们只是站在这里 吸皮笑脸了 其实也不是说不难过 或没有弄都不是 我们态度是极严肃的 我们表演的时候和创作的时候 都尽力了 还是不好 对 那就是没办法 双人脱口秀 除了双胞胎 没有未来 真的 我们就坐在全球范围内 除了双胞胎 就没有出现过双人脱口秀的形式 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创造 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 结果发现选择比努力重要 本来没有路 走的人多就更加没有了 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那个 就是咱俩其实是有个巨大收获 对 我们俩其实是有收获 我们俩为什么组这个组合 其实很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俩写很多年 然后 我写了十年 我是就确实是一直退赛 一直退赛不是说我什么 他是觉得他写不好 我是觉得我写不好 然后也写不出来 然后这一季 也写了六七年了 我其实不想参加 然后他是说 他说他正好也写不出来了 我也写不出来 要不我们换一种形式 换一种喜剧形式 然后来突破一下 努力一下 万一好笑 对万一能成功的 但是突破了两次 没有成功 但我们现在收获的巨大的 我们的收获 我们就感觉 稍微互相都能写出来那点 你感觉他也能写出来那些 我也能写出来 其实是在彼此碰撞 我觉得收获很大 对 经过这次尝试之后 就又可以好好搞 带人多果秀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 二位下一季的表现 再见 再见 拜拜 建国哥真走了 建国哥 博洋哥 再见 这个太可惜了 这个真正事 他们走的时候 所有人心里都咯噔一下 你看我 他们两个的这个表演 非常的精彩 但是根本没有想到 杨博能这么好 他接在后边 其实大家期待会相对有点高 确实建国跟博洋 会打不过他俩 还是希望 大家来这个舞台就能够多走一会儿 但是还是事与愿违 期待他们明年的表现了 知道 你们后悔什么都会 不后悔 到其实真的不后悔 对 因为 因为我们得到了巨大的一个东西 是 对 那个东西对我们的脱口游生涯是很有用的 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两个人一起写太难了 就这种困难都能克服 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 一个人讲错有什么难的 我觉得还能写三年 三年之后再组合一次 对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职场话题 一个很多职场人的困扰 其实一直也挺优秀的 在一个公司也没做错啥 就是你干的年头长了点 对 非要停着走险 对 好像不整点邪呢 就干不过这帮年轻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结局 最后那几句话还是很光明的 就是 其实是一个创作瓶颈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虽然没有走得很远 但是突破了这个创作瓶颈 我们就掌声祝福两位吧 好吧 大家也心情不要那么沉默